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3月27日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有關獎者兩元承車優惠 連日來不少議員都開過聲 說要是限次數要是限總金額 究竟有沒有其他聲音 01有一篇內稿鄺仔看完都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因為當中提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數據 尤其是獎者兩元承車優惠 應該要認清敬佬的政策目標 和各位網友一起了解一下 最重要都要收集大家的文意 獎者兩元承車優惠既然是得證的話 就不應該大幅度改動 若然贊成兩元承車優惠保留住 即是維持兩元的話記得按讚好 另外片尾特別一點和大家聊聊聊聊香港電影 因為近日話說有很多香港電影都很用心 接下來的金像獎 鄺仔當中留意到一位年紀較輕的演員 很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是哪位和各位一起講一講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論壇有份內稿 就講到兩元承車優惠的檢討 不要失焦點 需要認清敬老的政策目標 報導機內文提到 本港經濟仍在復甦階段 政府財政赤字估計達到千億元 公共財政備受壓力 討論如何開源折留有其必要 不同政黨、商界企業、專業團體智庫 紛紛出謀獻冊 當中有輿論要求兩元承車優惠要開刀 這就有點弱石亂頭的味道 任何一項社會福利政策 背後都有社會目標 都可以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和幸福感為主因 當中獎者兩元承車優惠也不例外 這個計劃是2012年開始 最初受惠65歲或以上 到2022年擴展涵蓋到60至64歲的人士 其實政府的目的是為了推動無障外社區 希望長者退休過後 集不好因為交通費用昂貴 而閉門不出成為了窄老 即是說躲在家裡的老人家 去年底計劃平均每日受惠乘客人士 是有272萬 考慮到本港大約有206.5萬人口 是60歲或以上 即是平均每日 每人都會用到1.32次 數字上既合理也沒有濫用的情況 政府成功以2元承車優惠鼓勵老人家出行 大大減少窄老的現象 政策成效清晰可見 也有一個額外的效果 就是釋放了銀發族的勞動力 不少長者選擇延長退休年齡繼續工作 一來增添晚年的保障 二來也想繼續貢獻社會 2元承車優惠對他們來說是福利 亦鼓勵釋放了不少勞動力 當中內文都提到 近日社會熱烈討論檢討計劃 似乎較為針對專型巴士的特別著數 借計劃獲得較多所謂的收入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官乎政府數據 政府在2022、23年度 向專型巴士營辦商發還少收了的 車費約11億9千萬元 而港鐵就是11億7千萬元 但必須留意在計劃之下 受惠人士乘坐專型巴士教港鐵為多 當中的數字見到 2022年3月至2023年2月 是有88萬多位的受惠人士乘坐專型巴士 港鐵的受惠人士就約有85萬 背後的原因是不難理解的 老人家一般比較習慣坐巴士 但是換言之 政府平均所謂補貼會位的受惠人士 坐港鐵的開支成本 是較補貼乘坐專型巴士為高 因為在相同的路程之下 港鐵的車費往往較專型巴士車費高 因此連同服務乘客的人數考慮 實在不能指專型巴士這計劃有較多的好處 有不少意見關注 在計劃之下 長者乘坐巴士長車短搭 導致政府補貼開支增加 不過如果長車短搭的情況真是普遍 政府平均補貼會位受惠人士乘坐巴士 上述的數字已經證實並非如此 長車短搭並非於部分坊間輿論 營造到這麼嚴重 事實上不者觀察到長車短搭的情況極為少數 以巴士服務來說 大部分地區都有區內線 長者大部分情況下都會習慣坐同一個號碼的路線 前往區內的其他地方 當中提到 相信無人會否認長者兩元乘車優惠 是惠及民生的得正 既然是得正 何必要五時花六時變 由惠民變成妖民 如果要截留 與其打老人津貼的主意 倒不如認真檢討 每個月放煙火 七彩發光彈這些活動 是否真正有成效 或者要開源 不如研究調整政府各類收費 增加私家車隧道費 加快推出電子道路收費等等 先確切解決政府莫財的對證下約吧 以上來自01的來稿 來稿的筆者是歐陽希 也挺有意思的來稿 據報他現時從事資訊科技公司顧問 當中提到的數字挺有趣 話說補貼額的確 巴士公司拿補貼額11.9億元 而地鐵則是11.7億元 那麼多於地鐵 不過想想又不是 因為在說受惠人數 巴士搭多些 老人家通常選巴士搭 若然長車短搭的問題 真是這麼嚴重的話 就不止這個數 所以這篇來稿指出 其實港鐵都拿了不少著數 就不只是專型巴士 但怎樣說都好 其實這篇來稿的最尾一段都提到 其實與其要開源折留 你打那些長者津貼的主意 倒不如想想火月放煙火 發光彈那些活動 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那個政策的目的呢 言下之意簡單來說 其實應該了解一下 怎樣能夠解決到長車短搭的問題 就著這個問題 之前有前高官陳凡都說過 可以參考易通行 令到巴士有定位系統 去到哪個站 自己做回分段收費 那路人家搭什麼車都不會 亂拍到卡之後 就變了巴士公司要問公帑拿更多的錢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那介入礦者說 最簡單 兩元長者乘車優惠 就最好不要大幅度變動 要變的就不該和港鐵 專門巴士公司談判 拿著這麼多福利會年 以十億元計算 這麼大的生意 是不是應該主動給回優惠 給一些乘客呢 另外和各位網友談判 說說我們的香港電影 佳欣下個月的十四號 就是金像獎二零二四 今年的金像獎 的確有很多非常好的香港電影作品 不約而同有不少電影 都是以社會的議題為一個主題 當中礦仔特別比較留意到 就是我們的最佳新演員 因為當中有一個年紀都相對輕的 一個十歲的小演員叫陳樂亭 他的電影作品四拍四家族當中 他飾演一個天才的鼓手 當中陳樂亭在電影當中飾演那段 就是跟家人因為吵架而荒廢了那個學業 到後來有所變化的那段轉變 的確挺有意思的 導演奈欣慈十幾年前的1加1和N加N 曠仔都有入戲院支持一下 也感激奈欣慈在這麼多年過後 再帶回一份新的作品回到香港的時間 四拍四家族當中有不少的場景 都是跟香港的地點有關 很有意思的 接下來金像獎 最佳新演員這個獎 以往就未必有太多的朋友留意 不過曠仔的角度 就覺得我們應該要珍惜 每一位年紀輕輕的演員 不要看小 應該要從這個年紀 開始留意 開始給機會 和開始培養 不知道各位老友的近年有沒有入過戲院 曠仔近年看過的其中一部電影 四拍四家族都是值得推薦的 另一邊相見到Ben Sir 就和這位小演員 最近拍了一條Youtube片 看到這條Youtube片都幾有意思 推介給各位 在留言欄看到的 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那都是那句 希望更多的有心人 繼續在崗位為香港出力 當中創作是不死的 無論是電影還是小說都好 期待這位新演員 陳樂婷 和導演賴欣慈的下一部作品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